封兵乡公所为了活化市区的社交用地 积极向上争取大型社交公共空间建筑 以弥补乡内缺乏大型图书馆多功能中心的缺憾 从108年起历任乡长积极争取至今 终于获得教育部的支持补助7000多万元 乡长江丽婷表示将会全力突破疫情的困境 尽快动工 4月底封兵乡公所县政府文化局等出征 台中进行最后一场次的简报说明后 6月初确定获得教育部专案专款补助 支持封兵乡这一项公共图书馆系统建制计划 好消息传来 抵方整份 我们知道通过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们有去统计 从过去我们封兵乡到目前为止 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有建设 是经费是补助最多的一次 所以大家很开心 也很期待 从108年乡公所向上级单位提报计划 历经时任乡长邱福顺 代理乡长林景师的积极推特规划 接棒的乡长江丽婷 从纸上谈兵化为实际行动 今年在县政府文化局及公所团队的努力下 发挥强大行动力 获得教育部肯定补助七千多万元 来支持地方的建设 好那我们针对我们新建的图书馆 有三大的一个创意 希望能够融合创造以及知识 那我们的规划思考 有希望有部落的文化 有地方的产业 以及社区的资讯 再来希望我们有一个产学的供购 以及休旅的驿站 以市区这一块社交用地 免区用地变更 征收以及还评等阶段 直接作为这项公共图书馆系统建制计划的基地 由于这项建设计划案 不论是补助经费 建设规模等 都创下封兵时的第一 乡长江丽婷兢兢业业 翻阅已经微调修正系部内容的规划书表示 即便疫情排挤效应 也将全力突破疫情困境 希望尽快动土执行 记者是玉兰 封兵采访报道